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烹饪方式 用牛粪烧红的石头 将它放入羊皮里就能做出大餐来 巴图和他的朋友们正琢磨着在草原上搞一道美食 在这高海拔的草原上 资源非常匮乏 特别是缺燃料 也很难种出农作物 没办法 他们就只能靠吃肉来当主食 所以就发明了这道美食 羊皮炖肉 准备好一只皮毛完整的山羊 分解这羊肉可不是容易的事 得小心翼翼保护好羊皮 只要有一处羊皮被割破了 那么这道美食就做不成了 趁着朋友在分解羊肉 巴图将解回来的那些鹅卵石放在牛粪上给烧红 牛粪可就是他们生活里的主要燃料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分解 终于将骨头的羊肉给分开了 分割出的羊肉需要除去羊肉上的筋膜 这样做出来的羊肉口感会更好 然后往处理好的羊皮里倒入一碗酒巨星 再把鹅卵石放进羊皮里呛个锅 继续往羊皮中放入石头 还需要调整羊皮放入的石头 将石头在羊皮内铺好 确保受热均匀 然后将新鲜羊肉放入 再加上些土豆 胡萝卜也放进去 搭配各种食令蔬菜 增添口感和营养 这个过程并非以醋而就 而是需要反复进行 他们一边加入羊肉和蔬菜 一边继续放入鹅卵石 确保羊皮带内的空间得到充分的利用 直到所有的鹅卵石都被巧妙地放置在羊皮带中 牧民们才会撒上适量的盐 为这道美食增添恰到好处的味道 随后再用铁丝紧紧地把羊皮带绑好 要确保密封得严严实实 这种烹饪方法既省燃料 还能保留食物原有的鲜味 让菜变得更美味 现在的羊皮膨胀的就像个天然的高压锅 随后他们在炭火上烤到羊皮上的毛 用喷灯继续加热处理 把那焦黑的部分刮掉 处理掉羊毛后再抹上点羊油 让这能让羊皮更加酥脆 经过这么一番闷志 这菜肴差不多就成了 清洗好后才进无可 大家都颇不及待地围坐在一起 等着美食出国 八徒亲自操刀 把羊皮割开的时候 整个五子那都是诱人的香气 这酥脆的羊皮 让人馋得不行 把鹅卵食拿出分给每个人 手挫的卵食是开吃前的仪式 而这羊肉颜色好看极了 土豆也闷得熟透了 食物所有的精华都被羊皮给密封住 大家开始尽情享受这美味 在这大冷天里 喝上一口难浓厚 纯香的羊汤 心里瞬间暖暖的 吃一口那酥脆的羊皮 根本停不下来 正所谓 新鲜的食材只需要 简单的朋友方法 在屏幕前的 你是不是也想来一口尝尝呢